大家好,我是王狗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無差別殺人事件 一般人認為會這樣做 通常是因為心理有狀況 或是生活不假所造成 但有一位心理學家提出 對 他叫做寶貝 是我剛鱗養的一隻小貓 就是我在寶貝妻子 那個山區的收容所鱗養 其實所有的人或多或少 都有潛藏殺人犯的人格 多或少的區別在於說 潛而夜夠不夠健康而已 因為潛而夜可以控制我們的情緒管理 很多的殺人犯都是因為 潛而夜不夠健康 在引起他想要殺人的念頭 我今天就準備了 來自美國的心理學家 所準備的16道題目 變態心理學 據說如果你答對超過10題的話 內心或許就潛藏著 殺人犯的任格 用一把槍和一顆子彈 你會殺下列哪一個人 1.警察 2.小偷 3.你討厭的人 4.路過的女人 你正在和一個朋友吵得很厲害 你正在和一個朋友吵得很厲害 原因是你的東西 而你的朋友卻死皮賴臉 說是自己的東西 這時候你的憤怒指數會達到多少 1.沒感覺 2.不高興 3.生氣 4.憤怒 你是殺人魔 你抓了3人 並且準備殺掉 你會殺幾個人 1.一個人 2.兩個人 3.三個人 4.都不殺 這一個表情 你看起來像什麼 1.流淚的表情 2.看不懂 3.眼鏡滑下來 4.兩個學惡 看一幫朋友約定要上電影院看電影 因為人數有多個 恰好每一個人想看的影片種類都不同 所以你們統一商榷說要看某一種影片類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投票選擇哪一種電影呢 A.浪漫 B.精手恐懼 C.推理片 D.動作片 C.校慶當天學校舉辦的尋寶活動 大紅又開始尋找寶物 你會去哪裡尋找 A.教室 B.教務處 C.演講室 D.音樂廳 E.食堂 C.演講室 是一家美術展覽館欣賞霸作 邊走邊欣賞的 在一幅美術作品前停個下來 畫面中是一名在戰爭中受傷的士兵 那個士兵是哪一個部位受傷呢 你們一共有四個人擁有九隻羊 現在呢 你們這四個人要評分這九隻羊 那你會怎麼分呢 有人拿著一盤刀 而且那一盤刀沾滿了鮮血 拿著刀的是什麼呢 你是個小孩 你的父親為了養活家裡 而每天在外面做苦力 而且非常的辛苦 你非常尊敬的父母 有一天天使出現在你面前 說要滿足你一個願望 那麼你會許什麼願望呢 你住在十一樓 深夜你家的門鈴響 而且暗門鈴響貌似很急 你從貓眼望出去 發現是一個陌生人 你在門內問他有什麼事情 對方的表情非常的著急 回答說想上廁所 能不能跟你借一下衛生間 請問你會怎麼做呢 聖誕節了 聖誕老人給了小男孩 買一架漂亮的試行車和足球座的禮物 但是小男孩一點都不開心 眼睛直叮叮的望著聖誕老人 卻什麼話也不講 為什麼呢 非常眼熱的夏天晚上 你為了感受一下涼爽的風 上到了十五樓的天壇 因為時間很晚 周圍全部洗燈 一片黑暗 那麼請問你是利用什麼東西 上到十五樓的天壇嗎 在十五樓的天台 你愜意的感受著 涼爽和夜風 吹拂你的臉頰 無比的涼爽 這時候天台的路口 傳來真正的腳步聲 猛一回頭 看到的是 A 牛 B 小孩 C 狗 D 鬼 假設上來的是狗 看起來很猶豫 少了迷野 並有氣無力的 走到天台的一個角落 蹲了下來 接著那隻狗 下一個動作會做什麼 A 盯著地板表情又沒複雜 B 伸展全身 感受著涼風 C 什麼也不做 第一 用監視般的眼神 盯著天台對面的一家窗戶 這隻狗的怪異行為 讓你感到毛骨手軟的恐懼 邊鬧著冷漢 邊迅速地跑回家裡 那麼 你家是在激動的 都已經選擇好了嗎 看解答之前呢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今年泰國有一名富二代 做了一件轟動全球的事 殺了自己的女友 警方去他家調查的時候 裡面的食堂 發現了兩百多具的骨頭 被棉被包著融入池地 換句話說也就代表著 這個豪宅 今年可能會成為 非常多冤魂的兇宅 而這一起害人的新聞事件 跟這個兇宅呢 就在今年被泰國片商 改編成一部 我個人是覺得 劇情是非常酷的一部電影 很特別的是 這部片的主角 是一名有依娘眼的女 主要的角度是 她來敘述 她在這一棟 看起來富麗堂皇的豪宅 所見所聞 究竟這個豪宅 裡面有什麼樣的異議 那樣的鬼鬼 或者殺人 然後在作稅 我個人真的是 非常期待這個 泰國年度鬼片 鬼是女 泰國年度話題鬼片 駭然聽聞恐怖事件 女擁憂魂追逃所命 泰國豪宅 挖出萬聚鍋骨 7月3日 鬼是女 那好題再回來 現在就要來公布 這16題的答案 來看看到底有沒有 殺人犯的本科 不過你答案超過10題了 不用擔心 可以來找我聊聊 第一題是 你有一把手槍 跟一顆子彈 你會殺下來哪一個人 一般的回答都會是 小偷或是討厭人 殺人犯的回答都會是 警察 因為他會殺了警察 搶走他的槍 更多子彈 會殺掉更多的人 第二題 一般的選擇都會是 不高興生氣我憤怒 殺人犯他們的選擇 沒感覺 因為殺人犯他們的 對於情緒控管是有障礙的 所以 如果他會去感覺到 憤怒這種東西 下一題 抓了三個人 準備殺出來會殺幾個人 一般的回答是 不都殺掉或是 不想殺 殺人犯的回答會是 殺掉兩個人 讓剩下一個感到恐懼 慢慢的折磨他 下一題 他都會喜歡看不懂 是在流淚 殺人犯的回答會是 兩個血人 很容易把東西看成 沒有生命的狀態 相對著他們看其他人在哭 就是 血人 下一題 你們上去要看一個電影 你們會看什麼電影 一般的回答會是 浪漫恐懼或者是動作片 但殺人犯的回答會是 推理片 殺人犯的話 構思 怎麼殺人 這個當然會是他們 賠償就很喜歡 涉獵的一種選擇 孝心當天大家都在尋找寶物 那請問寶物會藏在哪 正常的回答都是 音樂廳 教室 就是食堂 因為食堂有非常多的力氣 下一題 美術館心臟畫作 你看到一個受傷的士兵 通常我們的回答都是 肩膀 腿啊等等 殺人犯的回答 眼睛跟心臟 你們回想一下 你覺得殺人犯對心臟 眼睛或是頭 特別情有的重量 下一題 有九隻羊裡面有四個人 會怎麼平分 正常的回答是 均分 剩下的一隻 大家在分 殺人犯的回答會是 串通其他兩個人殺掉另外一個 剩下的三個人 平分所有的羊 這樣回答是 所以殺人犯他缺乏了社交的工作 他不會覺得說 我要建立在我們是公民的狀況下 他只會想要解決問題而已 下一題 一般人回答 拿著刀上面有鮮血的人 通常都是屠宰場之類的等等 殺人犯的人回答的答案呢 會是他自己 下一題 為父母血淹通常他會 父母身體健康 殺人犯的回答 我希望爸爸變得健壯 永遠不老 爸爸這樣就可以無限的工作 因為殺人犯通常有一個特色 就是缺乏的屠理性 下一題 住在十一樓 聖夜店裡想有人來很急的可以借廁所 一般人的回答當然是不要開 殺人犯的回答會是 既然你上廁所那麼急 那為什麼你會跑到十一樓來借廁所呢 我覺得這個題題答案好變態 下一題 生蛋老人跟小男孩租穿自行車 為什麼小男孩不開心呢 一般人的回答 今天不是聖誕女後 他根本就是生蛋老人奔的答案 殺人犯的回答 因為小男孩他沒有雙腿 下一題 你為了去頂樓感受一下涼風水上去 是透過什麼方式上去的呢 殺人犯的回答會是坐電梯上去 殺人犯的回答會是走樓梯 常人對於深夜會感到恐懼 他上去也會選擇搭點 選擇樓梯的話 表示說 他的心裡有一些狀況 我覺得這一題 出他有點牽強 因為上頂樓之前 最後都要找一小根樓梯 我想到的是那一段樓梯 下一題 在什麼樓梯上 你聽到腳步聲見給你回頭看 你看到什麼 一般人會選擇 通常都是屁股或是鬼 殺人犯他選擇會是狗 因為在晚上的頂樓 突然有腳步聲出現 正常的人會感覺到恐懼 直覺選人 或者是鬼 殺人犯他因為感覺不到恐懼 所以他選擇的是狗 那個題我覺得 好像有一點牽強 看剩下的兩個 假是狗上來的 他有記憶力的蹲在牆腳 他會做什麼動作呢 殺人犯的回答會是選 什麼也不做 呆呆的站在那裡 殺人犯生命看得像機器一樣 等等等等 最後一題 回家之後請問你家是在幾樓呢 正常的人會選 2到14樓中間的樓梯 殺人犯他選擇 地下室或是頂樓 因為頂樓只能往下逃 地下室只能往上逃 殺人犯尤其就是喜歡這種 封閉的空間 你們說我們這些題目今天就到這裡啊 我個人呢是答對了兩題 我也是走路地上去 然後後面選擇的是狗 因為 我覺得人或鬼的話太可怕了 真的就覺得很可怕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啊 如果喜歡的話 OK 那我覺得非常喜歡 謝謝辣樹毛狗 下次見 Bye